老子说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 这可能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及走向 一定决定于中美关系之中所不曾拥有的内容 而不是决定于中美关系中已经拥有的要素 因为已经拥有的确定了利益的分割现状 而两国关系缺乏的部分 却是决定了两国关系的变迁 大部分人在研究中美关系时 往往注重于中美两国各自拥有的东西 并对此做相应的对比 对于两国国民收入的比较 已经汗牛冲动 而对两国的军事力量 外交力量之间的对比 更是放心为爱 然而从中并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反而出现了唱衰中国和唱衰美国相当主观的结论 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人只是注重了中美两国各自拥有的东西 而这些拥有的东西随着时势的变化 必然走向无的境界 因为所拥有的东西并不会长久 而两国所没有的东西却是永恒的 是两国关系的根本 老子说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 而王毕更是说将欲权有必反于无 因此中美关系的本质 一定是有所没有的东西决定的 因为这些相对缺乏的东西 才是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基础 中国没有或比较缺乏的东西 是顶尖的高科技 以及创新能力 也就是缺乏零到一的绝对能力 而美国所缺乏的 则是制造业的从顶封上的不断衰退 其经济的泡沫化繁荣是最大的威胁 因此 中美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被决定了 而中国从无到有 而美国从有到无 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这一点已被老子的巨注 阐释得非常清楚 明了 中国的上升和美国的衰退 可能是两个自然的过程 并不会因为 现在各自拥有的东西所决定的 东美关系当然是互动关系 而其本质不过于有无之争 实际上趋势已经清楚 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长短 以及西方的智慧 如何将这个过程变得长一些 所不同的是 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 建立在有的基础上 都是所谓的实力 或者自以为是的实力想法 中国对于美国的政策 则是建立在无这样的根本之上 反而决定了美国的表面的强势 和实际的虚弱 以及中国的表面上的示好 和实际的宽容 只有这样 才可能使无到有 这样的一个过程加快 西方的政客并不会理解中国 这也是中西方之间所缺乏的东西 因为中西方之间的关系 其决定方式 实际上早已明亮 东美之间 以及中西方之间的关系 注定的是若即若离的关系 其决然也是西方对外 永远建立在有的基础之上 正如老子所言 有之以为力 这也说明 中国与西方建立在力之上的关系 是不稳定的 并不足以成为中国崛起的支撑